明天我要有信心和傳遞的能力 讓我能夠將神的愛透過我的行為 去告訴別人 神是愛你的 神祝福你 Hallelujah 我駕駛的士 接下來是一個年 在一個年開工的時候 我祝福別人 我就會說耶穌愛你 耶穌賜你平安 耶穌賜你在主內萬事勝義 在主內一切順利 在主內我們身體健康的 我們靠主得勝的 我想在過年的時候 就是用耶穌高舉耶穌的名 去祝福我身邊的朋友 去拜年的時候 就要表示出我們是基督徒 還有就是我們充滿喜樂的 我們是感受耶穌的愛 不是賤面的 我們真是很溫暖的 很充滿力量的 有耶穌在這裡 我們得勝的 好 這個兩個星期內 激勵到一個朋友的爸爸 真的缺制順轉 和他回教會 因為他癌症 就控制癌症 但他又很心癌 不肯回教會 我也希望在這兩個星期內 希望激勵到他回教會 以及拳制順轉 我記得要凡事感激 所以要謝罰恣感恩 我是比較內向的人 但我又真的想傳福音 譬如我也有幫一些小孩補習 他們很多都是基督教學校的 其實現在我就會買那本福音雜誌 叫天使心 有些信耶穌的明星 所以有些不信耶穌的人 都有興趣看 我就會買這些 然後叫個小孩 你帶回去學校圖書館 跟老師說 我捐一本書給圖書館看 發覺有很多老師都肯定 尤其是基督教學校 很多都肯定 有些老師 原來那個小孩跟我說 他說那個老師不知道有這本書 然後很有興趣 經常追著我的學生 新那期出了沒有 新那期出了 我就會用Facebook 把我介紹 就是我介紹 怎樣有天使心有創世這件事 我自己順著經歷 我還會用那些明星去吸引這些不信耶穌 我就會拿有周圍敏 例如 很多人都很喜歡的 我就會說有主食 有親子 有女友 就是特地來吸引那些不信耶穌的人 我就用電台的Facebook傳出去 譬如有時候去診所看的醫生 然後就立即地留下本書 心不拿走 就放在那裡 那些所有病人 你跟著手可以看 我有時候會特地買 跟護士說 我想送一本書給你們診所 我覺得 我是想接觸一些完全不信耶穌 所以我們跟他說 他覺得我們煩 那我覺得你診所的人 都是看雜誌 例如發營屋那些 我一直住一兩年都有的 每次我都會買一本 又跟老闆說 其實我是特地買的 我就說我看完不要了 給了你 一個區區很便宜的成本 就有機會接觸到多些人 你不要 Chengdu 我去安那些武器 去安那些武器 去安那些武器 就不透明了 我去安那些武器 的特地 從四月五日 你體驗 我去安那些武器 就跟你唸 你吧 我吃了